《大法谷节目》 其实有很多人把佛当成了神 事实上佛陀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佛陀虽然度了众生 但是他自己认为实在并没有一个众生可度 那么这种境界跟一般的宗教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就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做开示 佛教的基本的观念 从佛的立场看 众生跟佛是平等的 众生之所以没有成佛 就是因为还没有断烦恼 如果烦恼断尽 慈悲心增长 智慧圆满 福报圆满 这个人 这个众生就是佛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 有一个叫常不清菩萨 他见到任何人 他都会顶礼 膜拜 而且还讲 我不敢轻视你们 你们将来一定都会成佛 我拜的是未来的佛 那么从众生的立场来看佛呢 佛是众生心里面 智慧可以将来也能够完成的一个位置 不过智慧现在还没修行好 但修行好了以后呢 也是佛 在没有修行完成之前呢 应该要向佛求法 应该要向佛学习 学习佛的心量 学习佛的智慧 学习佛的慈悲 以及呢 学习佛化众生的一些知识学问 学习种种啊 能够教化众生 感化众生的方法 这叫做啊 众生啊 学佛 修法 因此在众生的立场 看佛是老师 是先进 不是啊 说是创造宇宙的神 也不是呢 操纵啊 生杀大权的 一个神 也不是啊 一个主宰者 而是啊 一个教化者 一个救济者 一个呢 帮助 我们的 老师也是 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是对我们呢 毫无条件呢 来帮助我们的人 帮助我们之后 佛啊 还不会 向我们呢 要功 也不需要我们 认为 他是我们呢 一个 大救助 大恩人 佛从来 没有想到啊 他度众生 是希望众生呢 要 如何如何地 回报他 他只是希望众生呢 自己 能够得利益 能够出烦恼 然后众生呢 也修行着 佛那样子 以佛作为榜样 来修行菩萨道 来啊 教化众生 因此 上 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是呢 一个佛教徒啊 的 责任 因此 从众生 也就是从佛教徒 看佛 没有把佛 当成了 唯一的 一个 救世主 来看 那佛也没有说 他自己是一个 宇宙的创造神 或者是一个 唯一的呀 救世主 因为佛有无量无数 世界有无量无数 众生呢 也无量无边 每一尊佛 有他自己的因缘 他 能够度的众生 他尽量去度 他是以平等的 慈悲和无我的智慧啊 来广度众生 那不是他一个人呢 来度众生 而是有无量诸佛 就是四方的 过去 现在未来的 所有的佛啊 都在度众生 所以佛不是只有一个 众生可以成佛 佛是众生完成的 所以他跟呢 一般的这个一神教 苏心的救世主 所谓唯一的创造神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佛教本身呢 他就是要感化众生 要慈悲的救济众生 这个所谓感化的意思呢 是用啊 他的慈悲的呀 一种心怀 来用种种的方便 也就是种种的方法 种种的方式 来啊 度众生 因此佛本身呢 第一 因为他是已经得到了 这个最高智慧的人 他是啊 已经得到大解脱 大自在的人 所以他对于啊 已经度了的众生 不会再放在心上 所以他说 我没有度众生 这没有度众生的意思 并不是说真正 就没有发生度众生的 这种啊 这个事实 而是呢 他心中啊 并没有想到 他自己是度了多少众生 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呢 做了一点的小功德 就想到 我是做了什么功德的 我有多少功德 我也帮了多少人的忙 这个就跟佛的精神呢 有一点呢 而且有很大的出入 那就是说 做好事 不居功 那真正的是佛教的精神 那么佛本身呢 不是谦虚 说他不是救世主 也不是啊 说子吉呢 否定子吉 说他子吉啊 没有度众生 而是说子吉是一个大解脱者 一个是大智慧者 他不需要说 需要自己觉得 自己帮着多少众生的忙 需要众生来服从他 需要众生来接受他的命令 没有这样子 那众生呢 有缘 众生呢 有求 他一定啊 能够得到佛的啊 帮助 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是呢 是自度 也是自救 众生呢 能够成佛 也是自救成佛的 那么这个观念呢 站在众生的立场 当然应该感谢佛 应该感恩佛 可是呢 站在佛的立场 没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我们感谢佛 感恩佛 对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那么但是呢 我们仔细还是要感谢了 我们仔细还是要感谢了